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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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用藏褥 抬著一個坦祖的人 來到耶穌面前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 就對個坦子說 小子 放心 你的罪卸免了 有幾個文士心裡說 他說了蝕毒的話 耶穌知道他們的心意 就說 你們為何心裡懷著惡念呢 你的罪卸了 或者說喜來行走 哪一樣容易呢 但要讓你們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謝罪的權柄 就對坦子說 起來 拿起你的賤辱回家吧 那個人就真的站起來回去了 眾人看見都很驚奇 就歸榮耀給神 因為祂把這樣的權柄賜給人 耶穌由那次向前走 看見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馬太 馬太 坐在水關上 嗯 嗯 嗯 就對他說 跟從我 就對他說 他就起來 跟從了耶穌 他就起來 對他說 耶穌在屋裡坐植的時候 有很多瑞利和罪人 來到和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植 法利賽人看見 就對耶穌的門徒說 你們的先生 為何會和碎利罪人一起吃飯呢 耶穌聽見就說 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經常說 我喜愛連衰 不喜愛祭祀 這句話的意思 你們去揣摩一下 我們不是要照異人 而是照罪人 就在那時 約翰的門徒來見耶穌說 我們和法利賽人經常禁食 為何你們的門徒反而不禁食 耶穌對他們說 新娘在屋裡陪伴他們的人 怎可能會愛動 但日子將來 新娘會離開他們 他們便禁食 沒有人會把新布布在舊衣服上 這樣反而撕壞了一件衣服 爛的地方便更加大了 沒有人會把新酒 裝在舊皮袋裡 如果這樣做 皮袋就會裂開 連皮袋也會壞了 為了把新酒 裝在新皮袋裡 兩樣酒都保存 耶穌說這番說話的時候 有一個管會堂的人來拜祂說 我的女兒正說死了 求你去安守在祂身上救回祂 耶穌就起來跟著祂去 門徒也跟著一起去 有一個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流 來到耶穌背後 摸祂的衣裳碎 因為她心裡說 我只要摸一下她的衣服 就必定會復活 耶穌轉過來 看見她就說 女兒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女兒放心 由那個時候開始 女人就好起來了 耶穌到了管會堂的家裡 看見有吹手 又有很多人亂吵 她就說 推去吧 這個女兒不是死了 是睡著了 他們就恥笑她 眾人既被趕出去 耶穌就進去抓住女兒的手 女兒就起來了 神經病 靠近的是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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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 耶穌進了屋 瞎眼的人來到他面前 耶穌說 你們信我能夠做這些事嗎 他們說 主啊 我們信 耶穌摸他們的眼睛說 按照你們的信 你們的心願就成全了 他們的眼睛就開了 耶穌千叮萬燭 對他們說 你們小心 千萬不要讓人知道 他們出去 竟然把他的名聲傳遍了那個地方 他們出去的時候 有人把鬼所扶的一個啞巴 帶到耶穌面前來 鬼被趕出去 啞巴就真的說出話來 眾人都欺其華 在以色列中間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發尼賽人卻在這裡說 他是靠著鬼王 才能把鬼趕出來的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 在會堂裡教訓人 宣講天國的福音 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他看見很多人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如同樣沒有牧人一樣 於是對門徒說 要收的莊家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應當求莊家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家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 讓他們權力 能夠趕出污鬼 並且醫治各樣的病症 這十二個仕途的名字 頭一個叫西門有清彼得 還有他的兄弟安德烈 西彼泰的兒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肥力和巴多羅邁 多瑪和瑞利馬泰 阿勒肥的兒子雅各 和達泰 奮瑞黨的西門 還有出賣耶穌的 家略人猶大 耶穌猜這十二個人去 吩咐他們說 外邦人的路 你們不要走 撒馬里亞人的城 你們不要進去 叫死人復活 叫長大麻風的潔淨 把鬼趕出去 你們白白的得內 也要白白的捨去 要袋裡不要帶金銀銅錢 路上不要帶袋 不要帶兩件衣服 也不要帶鞋和拐杖 因為工人得飲食 是應當的 你們無論入哪一個城 哪一條村 要打聽那裡哪個好人 就住在他家裡 一直住到走的時候 入到他們家裡 要向他們問安 那家人如果配得平安 你們所求的平安 就必臨到那家人裏面 如果不配得 你們所求的平安 仍歸你們 凡不接待你們 不聽你們說的人 你們離開那家 或者那個城的時候 就把腳上的塵土扔下去 我實在告訴你們 當審判的日子 所多馬和俄摩拉所受的 比那座城更容易受 我差你們去 如同洋津入狼群 所以你們要靈巧將蛇 順量將甲子 你們要小心 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工會 也要在會堂裡鞭打你們 而且你們要為我原故 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 對他們和外邦人做見證 你們被捕的時候 不要擔心怎麼說話 或者說什麼說話 到那時候 必次給你們應當說的話 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 乃是你父的靈 在你們裡面說的 弟兄要將弟兄 父親要將兒子送到死地 兒女要和父母為敵 害死他們 你們要為我命被眾人恨護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有人在這個城裡逼迫你的 就逃到那個城去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以色列的城裡 你們還未走遍 人子就到了 學生不能夠高於先生 博人不能夠高於主人 學生和先生一樣 博人和主人一樣就夠了 人既然說家主是別世博 何況是他的家人 所以不要怕他們 因為掩蓋的事 不可能不顯露出來 隱藏的事 不可能不讓人知道 我在暗中告訴你們 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 你們以中所聽的 要在屋頂上宣揚出來 那些殺身體 不能殺靈魂的 不要怕他們 唯有能夠把身體和靈魂 都滅在地獄裡的 你們正要怕他 兩隻麻雀不是買一分銀子嗎 如果你們的父不准他 一個都不能跌在地上 就算你們的頭髮也被數過了 所以不用怕 你們比很多麻雀更貴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認他 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不認他 你們不要想我來 是叫地上太平 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洞刀兵 女兒和母親生疏 師父和他的家婆生疏 人的仇敵 就是他自己家裡的人 愛父母 過於愛我的 不配作我的門徒 如果愛兒女 過於愛我的 也不配作我的門徒 凡得著生命的 將失喪生命 為我失喪生命的 將要得著生命 人接待你們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乃差派我來的 人因為先知的命 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 人因為二人的命 接待二人 必得二人所得的賞賜 無論任何人 因為門徒的命 只將一杯凍水 給過這些小子裡的其中一個喝 我告訴你們 這個人不能不得到賞賜 就是 刺喜 在地下 雙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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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吩咐完十二个门徒 便离开那里 往各城去传道交婚日 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 便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 那个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还要等别人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去将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盲的会看见 碧的会走 长大麻风的会结症 龙的会听见 死人会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他们走的时候 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 你们到抗野要看什么 要看风吹动奴违吗 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 要看着着华丽衣服的人吗 那些华丽衣服的人在皇宫里面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 是要看先知吗 没错 他比先知大得多 经上记者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夫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 但是在天国最小的比他更大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现在 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还先知和律法讲预言到约翰为止 你们如果肯领受 这个人就是那个应当来的伊利亚 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要用什么比喻这个世代呢 好似义 义童 坐在街市招呼同伴 说我们向你们吹顶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随空 一样来了 他又不吃又不喝 人就说 他是被鬼扶着的 人只来了又吃又喝 人又说 他是贪吃好酒的人 是碎利和罪人的朋友 是碎利和罪人的朋友 但是自卫之子 总以自卫为是 是碎利和罪人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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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告訴你們 當審判的日子 推羅西頓所授的 給你們還容而授 家伯龍 你已經升到天上嗎 將來必聚落陰間 因為在你那裡所行的異能 如果在行在所多嘛 祂還可以傳到今天 但我告訴你們 當審判的日子 所多嘛所授的 給你們授的 更容易得多 當時耶穌說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謝你 因為你將這些事 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你 向應是就顯出來 父啊 是的 因為你是未爾 原本就是這樣 一切所有的 都是我父 交付我的 除了父 沒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所願意 指示的 也沒有人知道福 煩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處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當負我的騙 學我的洋式 這樣 你們心裡就必得 向安息 因為我騙容易 所以我單止輕散 那時耶穌在安息日 由墨地經過 他的門徒肚餓 就摘墨碎來吃 法利塞人 看見就對耶穌說 看看 你的門徒做安息日 不能做的事 耶穌對他們說 聖經上記載著 大衛和跟從他的人 飢餓的時候所做的事 你們沒有讀過嗎 他如何進入神的殿 吃了陳舌病 這些病 不是他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吃的 唯獨祭司才可以吃 還有律法上所記的 當安息日 祭司在殿裡犯了安息日 也是沒有罪 你們沒有讀過嗎 但我告訴你們 只在這裡 有一個人比殿更大 我喜愛連順 不喜愛祭祀 如果你明白這番賣義士 就不會將無罪的 當作有罪的 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耶穌離開那個地方 進了一個會堂 那裡有一個人 雙手枯乾了 有人問耶穌說 滿色日的病 可以 還是不可以 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穌說 你中間哪個有一隻羊 當安息日掉落坑裡頭 會不會把他抓住 拉上來呢 日不是比楊貴更多嗎 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 於是對那個人說 把手伸出來 他把手伸出來 他把手伸出來 手就伏完了 和另外一隻手一樣 發尼賽人出去 商量如何可以除滅耶穌 耶穌知道了 就離開那裡 有很多人跟著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醫好了 又吩咐他們 不要把他的名字傳出去 這樣做 為的是應驗才知 以賽亞的話 算 漢啊 我的僕人 我所選擇 所親愛 心裡所喜悅的 我要把我的靈賜給他 他必將功利 全給外邦 他不憎敬 不圈揚 戒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 押傷的奴慰 他不截斷 張殘的燈火 他不催眠 等他施行功利 叫功利得勝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命 當時有人把一個被鬼扶 又盲又啞的人 帶到耶穌那裡 耶穌就醫好他 甚至那個啞的 又可以說話 又可以看見 眾人都很驚奇說 難道這個人 就是大衛的子孫 但法利賽人聽見就說 這個人趕鬼 是靠著鬼王別西部 耶穌知道他們的心意 就對他們說 凡一各自相紛爭 就成為方場 一成一架 自相紛爭 一定站不穩 如果撒旦趕撒旦 就是自相紛爭 他的角 怎能站得住呢 我如果靠著鬼王別西部 把鬼趕出去 你們的子弟趕鬼 又靠著誰呢 這樣他們就要端定你們的是非 我如果是靠著神的靈 把鬼趕出來 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 一個人 怎能夠進入葬事的家 在家裡搶奪他的家裡的物件 除非先綁著那個葬事 才可以搶奪他的家財 不同我相合的 就是敵我的 不同我修罪的 就是分散的 所以我告訴你們 人一切的罪 和洩毒的話 都可以赦免 唯獨涉獨聖靈的 總不能赦免 凡說話 干犯人子的 總可以得赦免 唯獨說話 干犯聖靈的 今生來世總不能赦免 你們或許以為 樹好 結果果之亦好 樹壞 結果果之亦壞 因為看結果就可以知道 因為看結果就可以知道 樹 毒蛇的種類 你們既然是惡人 怎會說出好說話來呢 因為心裏面所充滿的 口就說出來了 善人從他們心裏面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由他心裏面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來 你就透過其他的道理Play 又坦算知道 犯人所說的閒話 當審判日子必俱據 разм45 家這是法律裏次 goat 要憑你的話 定你為意 要憑你的話 定你有罪 警告情有罪 當時有幾個文士 和法利財人對耶穌說 父子 我們想請教你的神� Т으니까 これ還假 呼出 drawer 他們所說的 神迹你問 如果想要看到神迹 除了先知若拿的神迹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到 若拿三日三夜在大禹肚腹中 人子亦要这样 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当审判的时候 利利美人要起来 定这个世代的罪 因为利利美人听了若拿传的就悔改了 看来 在这里有个人比若拿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 因为她从地极以来 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 看看在这里有个人比所罗门更大 而且还有一些规矩的遣迹 在一起 尽 藏鬼离开人的身体 在无数的地方走来走去 找可以安歇的地方 但找不到 自己来找到 而要带回到我出来的屋里去 而到了 看见裡面是空的 打掃乾淨 修飾得很好 就去另外帶了七個 比自己更惡的鬼離 一切都進去 住在那裡 個人後來的景況 比先前更不好了 這個邪惡世代 亦要如此 耶穌和眾人 說話的時候 想不到祂媽媽和弟弟 站在外面有話要跟祂說 有人告訴祂 你母親和弟弟 站在外面要跟你說話 耶穌卻回答那個人說 誰是我母親 誰是我弟弟 就伸手指著門徒說 你們看我的母親 我的弟弟 凡是遵行我天父子義的人 就是我弟兄 姊妹和母親 在那一天 耶穌從屋裡出來 坐在海邊 有很多人到祂那裡聚集 祂只有上船坐下來 而眾人都站在岸上 他用比喻對他們說很多道理 說 有一個 殺種的出去殺種 殺的時候 有落在路邊的 肥料尼就吃完了 又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 土不夠深 很快發苗 日頭出來一曬 因為毛巾就枯乾了 又落在荊棘裡 荊棘長起來 將它逼住 又落在荊棘裡 結實結出一百倍的 又六十倍的 還結出三十倍的 有意可聽的就應當聽 門徒問耶穌說 對眾人說話 為什麼要用比喻呢 耶穌回答說 因為天國奧彼 只讓你們知道 不讓他們知道 凡有的 還要加給祂 叫祂有餘 凡沒有的 連祂有的也要奪去 所以我用比喻跟他們說 是因為他們看 但是看不見 聽不止聽不見 也聽明白 在他們身上 正應驗了以塞亞的語言 你們聽事要聽見 卻不明白 看事要看見 卻不曉得 因為這百姓 因為這百姓游蒙了心 耳朵發尋 眼睛閉著 恐怕眼睛看見 耳朵聽見 心裡明白 會轉過來 我便醫治他們 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為看見了 你們的耳朵也是有福的 因為聽見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從前有很多先知和異人 要看你們所看的 卻看不到 要聽你們所聽的 卻聽不到 所以你們應當聽這個殺種的比喻 凡是聽見 天國道理 不明白的 那個惡者快把殺在他心裡的奪去 這就是殺在路旁的 殺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 聽了道 當下歡喜領受 只是因為心裡沒有根 不過是暫時的 等了慰道遭受患難 或者受過迫伯 立即就跌倒了 還有殺在驚激類的比喻 就是人聽了道 後來 有世上的思慮 前床的迷惑 將道逼住了 不能夠結實 殺在好地上的種子的比喻就是 人聽了道 聽明白了 後來結實 結的很多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耶穌又切了個比喻對他們說 天國好似 人將好種殺在田裡 等到人睡覺的時候 有受敵來 將拜子殺在蜜子裡 就走了 到掌苗套稅的時候 拜子也顯露出來 田主的伯人來告訴他 主啊 你不是殺好種在田裡嗎 從哪裡來的拜子呢 主人說 這些是仇敵做的 博人說 你要我們把拜子拔出來嗎 沒有 主人說 恐怕拔拜子的時候 然後 連蜜子也拔出來 由得兩樣一起生長等到修割 當修割的時候 我要對修割的人說 先把拜子拔出來 集在一群留著燒 唯有蜜子 要留在倉裡 他又對他們說過比喻 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 有人拿去種在田裡 你們種原本是百種裡最小的 等到長起來 他被各種菜都大 而且成了棵樹 天上的飛鳥都來住在他枝頭上 他又對他們說過比喻說 天國好像棉孝 有女人拿來 藏在三斗面裡 直到全團都發起來 這些都是耶穌用比喻對眾人說的話 如果不用比喻 就不跟他們說出來 這些是應嚴先知說的話 我要開口用比喻 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說出來 那時耶穌離開眾人進入屋裡 他的門徒走過來說 請把田間拜子的比喻說給我們聽 他回答說 那個殺好種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 好種就是天國之子 拜子就是冷惡者之子 殺拜子的仇敵就是魔鬼 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時 把拜子拔出來 用火焚燒 世界的末了就是這樣 人只要 插顯示者將一切 叫人跌倒的 和作惡的 從他的國裡選出來 放在火爐裡 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 在那時候 在那時候 人在他們父的國裡 要發出光來就像太陽一樣 有耳可聽就應當聽 天國好像一個寶貝 藏在地裡頭 人遇見了就將它收藏起來 然後歡歡喜喜地 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 另外天國的比喻 又好像生意人做生意 想找好珍珠 遇到一顆重價的珍珠 就去變賣一切所有的 買了一顆珍珠 好了 再一個比喻 天國又好像網 撒在海裡 聚攏各種各樣的水族 等網滿了 人又將網拉上岸來 然後坐下 選好的收藏在器具裡 不好的丟掉 世界末了也要這樣 天使要出來 從異人之中 將惡人分別出來 丟在火爐裡 在那裡必要哀哭恥恥 耶穌說 你們也明白了吧 他們說 我們明白 耶穌對他們說 凡是民事受教 做天國的門徒 就好像一個家主 從祂的庫房 拿出很多新舊的物件來 是 耶穌說完這些比喻 就離開那裡 回到自己的家鄉 在會堂裡教訓人 甚至他們都稀奇話 這個人的智慧和異能 從哪裡來的呢 那不是牧將的兒子嗎 他母親不是叫瑪利亞 他的弟兄叫雅各約西西門尤大嗎 他的妹妹不是在我們這處嗎 這個人怎麼會做到這一切的事 他們就嫌棄他 耶穌對他們說 凡是先知 除了在本地本家之外 沒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穌因為他們不信 就在那裡不多行神跡 那個時候 分封的黃希倫聽見耶穌的名聲 就對神博說 這個是施洗約翰 從死裡復活 所以這些神跡 由他裡面發出來 先前 希律為了他兄弟 肥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 將約翰抓住所在監倉裡 因為約翰曾經跟他說 你娶這個女人是不合理的 希律就想要殺他 只是怕那些百姓 因為他們以約翰為先知 到了希律的生日 希羅底的女爺 在眾人面前跳舞 令希律很開心 希律就起誓 答應隨他所求的給他 許兒秀母親子使就說 請將施洗約翰的頭 放在碟裡拿來給我 黃就憂愁 但因為他當著同籍的人 所起的誓 就答應他 於是打法人 去鑑匆裡站住約翰 把頭放在碟裡 拿來給女子 女子拿去給他母親 約翰的門徒 把施手拿去埋葬了 就去告訴耶穌聽 耶穌聽見了 我便上船 由那裡獨自 推到野地裡去 我便上船 十四十十二十年 你也上船 你也上船 我便上船 你也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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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船中 拿來給你 就從各城裡 步行跟隨祂 耶穌出來 見到很多人 就憐憫他們 醫好了他們的病人 天昌近黑的時候 滿土走過來說 這裡是荒野 時候已經不早了 請你叫他們散開 他們可以自己 進去村裡買點東西吃 耶穌說 不用他們去的 你就給他們吃吧 滿土說 我們這裡只有五個餅 兩條魚 耶穌說 拿過來給我 好 於是 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 就拿著這五個餅 兩條魚 看著天 逐風 抹開餅 來給門徒 門徒 又遞給眾人 來給門徒 門徒 又遞給眾人 的龍頭很多金錢會intérieur 又遞給鳗 他們也有得食 而且吃飽了 將淨下來的零碎收起來 裝滿了十二藍 食的人 除了婦女 小孩子 大約有五千人 耶穌接著就吹門徒上船 先渡到那邊去 讓祂叫眾人散開 眾人散了之後 祂就獨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祂一個人在那裡 那時候 船是在海中 因為是逆風 被波浪衝擊 晚上四更的時候 耶穌在海面上走 向門徒那邊去 門徒看到祂在海面上走 就驚慌起上來說 是個怪怪 他們很害怕 喊起上來 耶穌立即對他們說 你們放心 是我 不用怕 彼得說 主 如果是祂的 就讓我從水面上走 到你那裡 耶穌說 過來 彼得就從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穌那裡去 但是見到風很大 就驚慌起上來 將要沉下去的時候 就大聲喊 主啊 救我 耶穌就伸手抓住他 說 你們這個小信的人 為何要疑惑呢 他們上了船 風就停住了 在船上的人 都拜祂說 你真是神的兒子 耶穌也 他們過了海 來到格尼撒勒地方 那處的人 一認出是耶穌 就打發人到周圍地方去 把所有的病人 都帶到祂過著 只求耶穌 准許他們摸祂的衣裳碎 摸著的人 就都好了 他不是一 été祝你 在家裡 用身擺的衣裳碎 在這裡 寫居